想换手机是选苹果还是安卓 这是个试剂难题 我的答案是全都要 通过我这8个月的双击使用经验来看 使用两部手机 力是远大于弊的 下面说说理由 以及我的具体使用场景和感受 左边这个iPhone14是256G的 右边这是小米10是8加256的 小米比苹果我的购买价格要少一半 另外这个小米还要早两年 同时使用这8个月来看 小米10手机我使用的时间 是远大于苹果手机的 原因很简单 小米10的屏幕更大 声音更好听 充电更快 而且官方换电池更便宜 比如我洗澡的时候 我会带着小米10去 虽然现在的手机都支持防水 即便是淋点水都没问题 但是万一这小米10坏了 我不心疼 花6000多钱买的14还是比较心疼的 还有一个原因 自从我成了双机挡 再也没有续航焦虑了 这个快没电了 用这个 更舒服 更自带了 省了很多麻烦事 但是这两部手机怎么用呢 我不喜欢什么这个作为主力机 这个作为非主力机这种说法 小米10作为不重要的常用机 像这些二流软件都装在小米10上 像抖音呢 B站呢 爱奇艺西瓜快手百家号 还有对公的微信 携程12306 行车记录仪 北京协和医院 因为很多软件一年也就用一次 甚至用不了一次 如果删了再装 还得重新登录 麻烦 iPhone14呢 作为我的重要 但是不常用机 我主要用它来录像 拍摄视频 还有就是个人微信 支付宝 银行的各种APP 还有笔记 这里只保留必要的软件 当我出门溜弯的时候 我会只带一部手机 那就是iPhone14 因为它小巧而且都是必要的软件 有必要的信息 这个小米10如果带出去 有点太重了 再比如开车的时候 主要是导航 我用的是iPhone 因为它这里面有CarPlay 再配合这里面那个Apple Music 再加上车上的哈曼卡顿 这一套组合下来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手机就是工具 那作为工具呢 iPhone14更像一把锋利的小刀 这个小米10呢 更像是一把笨重的打锤 我们要把它用到适合它们的地方 以前每次换手机 我都会纠结一阵 是用安卓还是用iOS 其实现在这种全都要二刀流的形式 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案 两个系统各有优缺点 而且每年都会跟着升级 可以享受到双份的乐趣 没有遗憾 最后再强调一下 小米10手机是我用的时间最长最久的 是因为它屏幕大 显色好 声音好听 关键是不用担心它的电池寿命 坏了 坏了就换呗 官方的它100出头的价格 省心呢 放心用去吧 如果你换新手机 你会怎么选呢 等一段时间 煮到 现在